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我们有个学员 他好像是他先接触钞码 后来他就度了家里的人 度了爸爸妈妈 然后爸爸接触了钞码以后 也是欢喜的实修实练 但是因为老了 但是发现在修炼的过程中 真的在进步转变 所以他的父亲觉得很值得 年纪大了还遇到了超级生命码的系统 所以岁月催人老 在运转中时间的滴大里 前阵不久 他父亲在睡梦中离世 这应该是算一个好的现象 对不对 他没有受痛苦就离开了 然后他的父亲应该也是觉得很欣慰 遇到钞码 然后有一个好的结局离开的人士 然后他的母亲也认为 家里因为超级生命码而 让全家人都提升 所以也因为都修通了 所以他父亲的离世不是悲伤而是祝福 所以那位学员就问我说 是不是可以 好在这个仪式里面可不可以怎么样 他说他父亲以前在世的时候 就是每天听感恩寺聚集 那么在这个仪式典礼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有感恩寺聚集 可以啊 可以啊 超级的家庭 哪怕是年纪大的学员 他都觉得精神遇到超级 值得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有时间精力 我们要得好好的努力实修 所以等一下之后就说 现在吧 不要等一下了 因为等一下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现在做 你的等一下 你不用等一下 立刻吉祥显现 多好